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要來介紹一個星寶的夜空速刷隊伍 活動期間是從禮拜五到下週日 角色的介紹以及替代品 我們留到後面 先直接進關卡挑戰一次 首先第一關先使用Zero One的二技 交出一橫牌收掉 再來使用拉的二技 用花火收掉 第三關使用光木女自己的技能 一樣花火收掉 第四關會有COMBO吸收 所以我們先上下深層顏色 然後使用滅守城的技能 補足COMBO術 第五關如果碰到暗屬性的會被鎖板面 所以給沖田繼承花架魔女的技能 然後在這邊一樣消除一個橫牌 最後再用拉的技能 就可以直接收掉 以上就是我正在速刷的編程 接著來介紹一下隊伍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這個隊伍有幾點要注意 Zero One繼承的是基導龍 生成一橫牌加上一回合加速 如果沒有這隻角色的話 可以找一隻有橫牌生成技能的角色 但是徽章的部分要改成SP Zero One自己也可以換成女英雄的新角色 Dona 再來是拉 繼承Kiga 或是Kiga的裝備 拉的位置是自由位 如果沒有的話可以找有2SP以上的角色 最後一關靠自己轉珠 接著是光魔女 繼承什麼都可以 主要是為了應付延遲 自身要有回復的超學醒以及3個神殺 施龍 繼承上下生成的角色 沒有的話可以考慮學員的免費角色成績單 第二隻施龍繼承的是Morig 這裡需要COMBO加成的技能 最後是沖田 繼承花架魔女 沒有的話記得繼承一個 可以解鎖又生成橫牌的技能 像是給這隻施龍繼承的點點版本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個人正在刷關卡的配置 未來如果有其他更好的組合 會再介紹給大家 或是有什麼其他可以讓酷奇介紹的編程 也歡迎透過Discord群組跟酷奇說喔 喜歡我的影片希望能夠頂個讚 還沒有訂閱的觀眾也歡迎追蹤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